人肉不吃其他都吃。 柯文哲审准猜架被封便当王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姓喜朴实,经常被拍到吃便当开会,还笑说自己讲求效率,多年来养成吃一个便当只花六分半的时间。 网红周人们拍摄奢华与评价便当对决的专题,找来柯文哲一起参与,连吃六个便当,并且一个个猜测价钱,看谁比较准。 图翻设字周是要对决YouTube。 在影片中,第一个打开的便当就颇高档,不仅有牛排,还有叛考于下巴与Zoo酱中卷,吃完后柯文哲拿起笔写下250元的价位。 周人们则似乎499元,相差一倍,但结果公布两人都傻眼,这是米其林等级的海鲜餐厅便当,一个要价580元。 图翻设字周是要对决YouTube。 在第三题吃到烧腊便当,内有油肌,叉烧,烧鸭,但配菜仅有高丽菜与酸菜,柯文哲吃完给予90元的估价,这次他亲手拆封,拿出答案卡一看。 价格完全相同,只见柯文哲立右手臂往上扬起,举起大拇指对自己比赞,后致还特别帮他配上便当王的传神字样,而这个便当的来源,正是柯文哲独排大师常吃的凤城烧腊。 图翻设字周是要对决YouTube。 柯文哲在镜头前表现越来越放得开,在品尝的过程中,周恩们问他有什么不吃,柯文哲说只有人肉不吃,其他都吃,瞬间让现场笑翻。 柯文哲也不时发挥医师精神,拿起汤匙对食材摆弄,翻过来翻过去的检查,面对周恩们的提问,还说自己当过法医,笑称你是说我在翻尸体吗? 在六个不同的便当中,最贵的是满鱼便当,因为连酱汁都空运来台,要价1050元。 柯文哲明白表示,除非有人请客,他绝对不会去吃,因为太贵了。 但柯文哲指出,对其中一款控肉饭印象最深刻,这个阿摩便当塔原本估计80元,没想到只有50元,拆封答案时还直呼哪有可能。也尽显柯文哲不爱追求奢华的一面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信息朴实,经常被拍到吃便当开会,还笑说自己讲求效率,多年来养成吃一个便当只花六分半的时间。 网红周围们拍摄奢华与评价格便当对决的专题,找来柯文哲一起参与,连吃六个便当,并且一个个猜测价钱,看谁比较准。 图番设字者是要对决YouTube。 。 在影片中,第一个打开的便当就颇高档,不仅有牛排,还有叛考于下巴与ZOO酱中卷,吃完后柯文哲拿起笔写下250元的价位。 。 周围们则是估499元,相差一倍,但结果公布两人都傻眼,这是米其林等级的海鲜餐厅便当,一个要价580元。 图番设字者是要对决YouTube。 。 在第三题吃到烧腊便当,内有油肌,叉烧,烧鸭,蛋配菜仅有高丽菜与酸菜,柯文哲吃完给予90元的估价,这次他亲手拆封,拿出答案卡一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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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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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柯文哲指出,对其中一款控肉饭印象最深刻,这个阿摩便当塔原本估计80元,没想到只有50元,拆封答案时还直呼哪有可能。也尽显柯文哲不爱追求奢华的一面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姓喜朴实,经常被拍到吃便当开会,还笑说自己讲求效率,多年来养成吃一个便当只花六分半的时间。 网红周围们拍摄奢华与评价便当对决的专题,找来柯文哲一起参与,连吃六个便当,并且一个个猜测价钱,看谁比较准。 图番设字者是要对决YouTube。 在影片中,第一个打开的便当就颇高档,不仅有牛排,还有叛考于下巴与ZOO降中卷,吃完后柯文哲拿起笔写下250元的价位。 周围们则似乎499元,相差一倍,但结果公布两人都傻眼,这是米其林等级的海鲜餐厅便当,一个要价580元。 图番设字者是要对决YouTube。 在第三题吃到烧腊便当,内有油肌,叉烧,烧鸭,但配菜仅有高丽菜与酸菜,柯文哲吃完给予90元的估价,这次他亲手拆封,拿出答案卡一看。 价格完全相同,只见柯文哲利用手臂往上扬起,举起大拇指对自己比赞,后制还特别帮他配上便当王的传神字样,而这个便当的来源,正是柯文哲独排大市常吃的凤城烧腊。 图番设字者是要对决YouTube。 图番设字者是要对决YouTube。 柯文哲说只有人肉不吃,其他都吃,瞬间让现场笑翻。 柯文哲也不时发挥医师精神,拿起汤匙对食材摆弄,翻过来翻过去的检查,面对Joelman的提问,还说自己当过法医,笑称你是说我在翻尸体吗? 在六个不同的便当中,最贵的是满鱼便当,因为连酱汁都空运来台,要价1050元。 柯文哲明白表示,除非有人请客,他绝对不会去吃,因为太贵了。 但柯文哲指出,对其中一款控肉饭印象最深刻,这个阿摩便当塔原本估计80元,没想到只有50元,拆封答案时还直呼哪有可能。 也尽显柯文哲不爱追求奢华的一面。